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丙表白提醒我之后 我就以珠江水引出了 粤水淡加燕雨和农业之间的联系 你知道吗?我论文导师看了那篇论文之后 给了我多高分 他说我写出了地缘文化和地域农业 特色之间的先活性 很高评价 对… 说实话,你看,表白代钱入你的袋 一自己亲戚就应该 知主,你欠表白一餐饭 没问题,不过不是今天 我还要趕着回学校 你们慢慢聊,再见 慢慢想吧 小心点 好,再见 姐姐,好棒… 是呀,通叔 怎样? 那你们这些街坊 有没有兴趣跟我学一下东西呢? 阿炳,我们不跟字字写论文 我们不用寫? 活到老就学到老 没有啊,你误学东西等于躺平 就是躺平,就是躺平 就是放弃住机 既然你这么说过 有空就跟你了解一下 好 摩顶佬 摩顶佬 好 是我吗? 是呀 那叫人也有 摩顶佬 就当时对非法佬的称呼 好吗? 好 你认为人家赚你 或贊你都分不清 怎么办呢?是吧 你跟我学一下言缘 那你千万不要说没必要 这么年轻,你不学一下东西 没上进 这么大颗,没有凹下来 那学一下,这些东西也无妨 这样,如果真的想学东西 要找个正经的场所 要请叔叔喝一杯东西 好 好 好 那地点就选朋友圈咖啡屋 那什么时候? 是呀 就明天呢? 明天? 你们这么早? 你好 等等… 我掃了 好… 来… 软软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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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努力… 这么多人派船举,请我喝东西 是的 我不开金口也不行 真的 是呀 这么大个人开口叫我们请喝东西 怎么搞的? 要不然他给面具开,他就傻了 是呀 那些人都在这里 来… 坐… 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 你坐在这里 稍后听肥叔叔说话 是呀… 是呀… 阿拉年,看样子 你也被拔你了 她说 如果我再不让小英 学她的地道粤粤 又会廢了下一代 我也知道 粤粤要传承 但是用不用大帽子 都在这里 来… 这杯咖啡是他们请的 好… 谢谢… 是呀 你多迟到 不是吧 那你两位都要来学习? 那你不懂得说完善? 调哥丙说 我喜欢在阳台种菜 跟他学一下农业言语 省下买菜钱 好… 来… 阿炳批评我 他说我是农民出身 不多学农业的言语 等于忘祖 就来听一听吧 听一听 怎么样?人齊了吧 一、二、三… 好… 好… 不如这样 要开港之前 好像还差这些家产 我看到了 通叔有把帽子 来… 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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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在这种障碟 这把帽子是最适合的 最适合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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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高天就插到厨树 好 低天就插到白老 是吧 落殃的时候要看对时子 农田肯定会增产的 好… 让我逐一杯咖啡 回头再说下半场 好 又长又臭 说了半个钟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好… 好… 我以后跟你多学习习习就可以了 不要在这里拿费时间了 五点半了… 小英,你不是要回家画画 要交功课 是… 你又说陪老婆逛街了 你又说要照顾孙子 你都没买菜 五点半去照顾孙子 不好意思 我还有很多东西没人说 不要走 他有个… 有什么事 知不知道 表白 上次我帮你说一些言语 你消化了吗? 我再帮你详细讲解一下 表白 上次的课题已经结束了 目前不需要的 多谢你,表白 不是 表哥,你慢慢坐 女儿 今晚同学说我们游船河 很高兴到我 表哥,丙 游船河 游船河? 是的,我们游船河 稀山莫稀水 要注意水上安全 有一句言语是这么说的 就冬闪雨暮暮 西闪热透熊 南闪是北光水 北闪是好南风 我提醒你一句 因如翻风起落大暴雨 表白,今时今日的我醒了 我一早看到天气预告 她说今天天气,真是什么事都没有 你不要常常把言语出来 像唱歌仔那样 是有唱,不是有唱才行 你慢慢唱吧,我们吃东西 就是这样 英俊,听说这只米 现在正在做特价 还可以送货 你还给自己拿 是… 怎样 言语也有说 春婚、五湿谷、大鼠 你却不熟 如果种这种米的时候 若適天是地利 那麽好 这些米种出来 不香口 现在市场这么严格 米上市 质量肯定好 真是用言语力打官 买鱼一定要买大一条 香港人说老鱼嫩猪 鱼的价钱便宜 是… 老叔 阿炳 去卖鱼吗? 是… 有一句言语叫 立霸吹北风十只鱼汤 九个胸 记得今年立霸 刚刚那天就冷凶起来 是… 所以那些鱼汤的鱼 全部都睡觉 如果冷的时间长 怕你买到梅鱼 阿炳表哥 什么梅鱼 我们是去买冰鲜鱼吃 我以为这个拐拐龙的东西 行了现在 都不认识人了是吧 不好意思 老作 年大就芒果弄 现在你是生命确起 整个小区都知道 你这个广府农业艳雨专家了 搞个讲座怎么样 哪个大学? 清华 还大学 就是我们街道搞的这个文化课堂 我想让咱们居民也了解一下 这个广府的农业艳雨 有没有补典的? 我们是公益性的 那… 说了口水干了 那么凉茶都没不喝 水还是有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个我都要先做一个民意调查 看看居民这个学习意象怎么样 那你就放心得了 肯定包门 一票难够 我们不卖票 不卖票 那卖票 那就座目虚席 如果效果好 成功的话呢 那就没问题 好吧 那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好的… 老座啊 那你又说安泰我 讲货的 那我特意不回顺德 在这等你的了 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声气 好 阿炳啊 你这个课恐怕是讲不成了 为什么 因为呢 我和咱们街坊们呢 就沟通了一下 我没想到咱们街坊 对这件事情呢 他是… 对这些人学习呢 我很接受的 嗯 但是阿炳那些态度 我真的接受不了 你 他经常踩我 在他面前 我一点自尊都没了 阿炳那个人 真的不是努力的 上次呢 我给他面子 我可以听他说的 什么 龙热言语 对吧 对吧 刚才我有点事 那怎么记不记得走了 好吧 他当着这么多面子 他就省毁我 真的 我给他面子 他就脱我的面子 那就更加证明我讲课有料到 是吧 是他们自己水平不足 他们又不肯性认了 那你更加要让我去讲课 让我来糾正他们的刑知 居委今天上十点 举行言语文化讲座 那作家 替我安排开货 为什么不及时通知我呢 电话又不接 现在九点多 我赶过去 还逗得及帮大家上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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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说呢 是我们的老街号 也是我们的民俗专家 是 是 今天呢 我们就请通俗来给大家 好 好 杨胜通 你好东西 抢我饭碗 阿炳 我没有抢你饭碗 是我们这些街坊 我听说居委业举办民间厌语货 是一致推荐我上来的 是… 我知道了 你之前就走来 听我说什么言语 偷我书 跟着就霸我的位 是 哎呀 哎呀 表…表炳 我说一句公道话 通叔教我们那些 都是代仁致密的言语 是 是吧 例如公棍老教仔便宜木探 芭蕉树影 粗枝大叶 是吧 他教我们那些 你没有说过 跟你说过那些 完全不同 是吧 是 而且通伯教我们做事先做人 是 是 孩子 感应 不是啊 你是群众的故事 不是啊 不是啊 以前被人捧位 什么农业兼语专家 那些人都派了队来 请我喝咖啡 是 是 现在就真的打冤枝也不要和尚了 你老人家说的那些东西 你个个都不敢兴趣 说出来人家又没用了 通叔就不同了 句句都实用,句句都倒肉 所以大家听起来 就受欢迎,敢兴趣 是 他懂得说实用 我都懂 老实说 我不用吃他的口水尾 好 好 可以想 天气预报 明天 程度多云 夜间可见月光 你看看上面那个云 多大,多厚 是 你今晚又说请我们大家 去荔枝湾吃艇仔粥 懷舊 就是 分分钟都会下雨 是呀 改期吧 如果万一真的下雨 凹湿了感冒就糟糕了 每个都几十岁 不是吧 你们一改期我就是没得吃 是吧 我明天去旅游 回来这半个月 是 是 你们今晚就照去宵夜 保证没雨下 你这么肯定 保证? 你又不看我是哪个 是吧 农业言语专家 是吧 是吧 有一句说话说得好 就是说 街边猛掌绿花魔 好 晚上肯定有美月光 好 好 你看看 那些芒果树 你看看 那些花飙得多漂亮 今晚保证风清月落 那种农坚时代 都有绿化芒做的吗 我有说绿化芒吗 有 好像说了 不是我说的是绿花芒 你看看芒果树 开花是不是淡绿色的 是吧 阿炳 芒果花是黄色的 是 黄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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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汪通禄经常拌卖 阿炳 你总是拌卖齐 算了… 我不说了 你们就相信我这个农业鸳专家 今晚去宵夜 不要有事害怕 不要弄 阿炳 怎么这么人齐 昨晚的亭仔组很棒 我打包了 今天送给你 我刚才兴奋的 好感, 都没受影响 怎么样 今晚真的来风清月朗 是… 我知道我值得吃这碗的感谢粥 阿炳, 说起来你也挺厉害的 昨天天天这么大 他居然说晚上风清月朗 谁知道真是 不赞表哥怎么把炮都不行 后来你知道吗 我回去拆了天的预报 上面说的和表哥炳说的 也不可以也不 太厉害了 阿炳… 今天下午我和阿蝶 就准备出发去旅游 好 那你可否用农业宴语 预测一下 天天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的航班准不准时 起飞 有什么 很厚人 很厚人 有的 有 我要回个短信 再回答你 好… 那快点了 好… 你刚才跟我说的 糟了 天气如暴APP 那天在哪儿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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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的天气是吧 是… 好… 好… 你们看看 天气是不是有很多彩虾 是… 是… 好漂亮 你們今天不一定准事搭到航班 是… 为什么 有一句言语是这样说的 即是空溫盖頂 稳定彎艇 那么多空虾 会有风暴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遇到极端天气 航班必须要焉悟 那你就做好两手准备了 我先听个电话前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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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旅行社的通知 今晚就有暴风雨 我们航班改天明天 那也没办法 是呀 是呀 阿炳你真是可以 真是 被他说正了 看来我们以后那些喜居住行的事 有什么事先问一下表哥 是呀 有什么农业的言语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少走一些弯弄 不行的 不要说话 我最喜欢帮街坊 是呀 没了 有空再请你喝茶 好,我先走了 我走了 拜拜 你走了,明天给我个帮 行了… 我一转洗干净才还给你 是呀 是呀 那我以后又怕又吃了 嘿嘿嘿 你 wid要不是 我也不再帮你 我 seam要了 这一周 你也帮我 那我们来帮你 我帮你买火 我帮你 一个人 真是 抓紧 他不再来 你说 你喂 人 你 我 郭文貴先生是研究農業史的 他現在在寫博士論文 我將你這個活寶活法 介紹給你聽 他聽了之後很開心 他打算把你講過的農業言語 全部發表在省級的期刊 那就是全省人都知道 是呀 是呀, 不僅是昌盛街的街坊 全省人都可以知道 好的典範可以輻射全國 至於壞的典範 一小群人很難分到真偽 但是全省那麼多人 一定會分出真偽 所以很多什麼偽的、假的學者 什麼專家 就被群眾輸了兩眼光 就這樣出來 沒錯, 宣傳假知識、假學術的人 輕則就身敗泌裂 重則負法律責任 這麼可怕? 是呀, 不過我們全都跑了 我們還要快點把阿丙表白 這個農業言語的知識 發表到全國的周刊上 是呀, 還要快快脆脆 不要呀… 為什麼? 是呀, 其實那些言語 都是我自己作出來的 其實我用農業言語 但是, 預測天氣是因為… 是…是因為你查了天氣月報 好嗎? 表白不對… 各位, 早前我想繼續 在大家面前扮演語大書 為了吸引你們 我自己作一些言語 是吧? 即是我的語言 我想知識主已經跟你們說了 通所跟知識主說得對 即是說, 文法要全盛 要對子孫後代負責 是吧? 即是不要說做假這麼壞 阿丙, 其實在農業言語方面 你真是有了解 不…不敢… 你一定要發揮自己的專長 是 繼續挖掘那些對現代有用的 尤其是對現代農業有價值的言語 這樣推廣它, 結合生活 這樣就真是幫到大家 是吧? 既我所說 不如通白你和丙表白 一起再搞多一個講座 語言識初會很豐富 是啊 很豐富 我保證這次我句句真話 好 對了, 師父 是 說了這麼久 是不是要做一杯免費咖啡呢? 沒問題 別說一杯, 整個湖都行 不過就要看你講得好不好 沒問題 那就是要說完才能喝嗎? 別說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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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